- 請給分 緊張啦 83 84 85 86 87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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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88分啦 恭喜我們吳怡君挑戰成功啦 謝謝 哇 哇 我們個別老師給的分數 哇 娃娃老師18分 我們永華老師18分 我們的陳老師也是18分 哇 心中有很多的疑問 差1分啦 是 也把麥克風給老師 給老師一下 來 您對今天你的徒弟表演 對 我覺得很滿意啦 滿意 盡力而為嘛 盡力 那你覺得吳怡君呢 他還不錯 他是一個搶手 謝謝 搶手 我是說天王天后對決嘛 這兩位不得了啊 真的 差別在1分 1分輸贏上下 對啊 因為太伯仲之間了 他們的水族 郭錦鴻你有什麼話說來 就 很 感覺很對不起大家 讓大家失望 沒有 你拿對不起大家 讓大家都開心啊對不對 你的歌這麼好 不是 我的意思說 你分數輸有沒有 你每次唱歌大家都很開心 真的嗎 在聽你唱歌啊 真的嗎 我覺得你得心心太重了 而且其實你的人氣來講的話 在台語組的話 是很高的一位衛冕者 謝謝 其實你要離開 暫時離開這個明日之星 我們其實還有點不捨 真的 我們也萬般不捨 謝謝 父母親今天來到現場 也把麥克風給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有什麼話要鼓勵一下 健鴻 真的唱得很好 今天這樣表示說 健鴻他還有進步的空間 加油 加油 我們支持你 爸爸 爸爸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健鴻說 再加油吧 再加油 爸爸講得有點哏念 我相信他的實力 應該很快就會回來 對啊 我覺得好可惜 真的 他有那個實力的 而且是 小小的一分的落棒 因為一直以來他們都 都覺得說我們太語歌 我們還在討論 要能打敗郭建鴻 真的要有點實力 很難 當然還要加運氣 真的 我以前想聽聽評審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會差你 怎麼會差在那個一分 到底想問誰呢 是差在誰的一分 是服裝嗎 丁曉雯老師來 其實健鴻你真的不要沮喪 你表現得已經非常好了 但是我們發覺呢 就是說幾次的比賽下來呢 我們認為你在唱功的部分 開始遇到關卡 所以我們希望你修身養息一下 對啊 我相信你 有一天再回來的時候 會讓我們眼睛一亮 你也要答應我們好不好 好 他是一個真的是一個非常歌唱的好手 因為其實剛剛我在講的時候 還沒有評分之前 我們就說真的對我們來說 真的很難評 真的是 就像主持人說是天王天后的大對決 那我們也會覺得好可惜 這麼棒的一個歌者 都已經有這樣一個程度 然後他得要再回去進修 那就像老師說 你已經有一些瓶頸的話 不如平常心然後回去 重新消化一下 曾經我們給過的建議跟想法 放輕鬆的重新整理自己 然後下次來我覺得你一定會更棒 很捨不得 但是我們會等你 謝謝 其實我的爸爸媽媽 我姐他們都是你的粉絲啊 都很喜歡看你唱歌 謝謝 你這麼說他不再 爸爸媽媽就不看了嗎 蛤 還是要繼續看下去啦 對 因為他還是會回來啊 還是會回來 好不好 我是怕他生氣賭hello 就不會 會嗎 或是這樣 會不會賭氣 不會 我還是會回來聽唱 要回來對不對 我一定回來 來 跟大家講 我一定會回來 好 就是要這種氣概 真的 我們欣賞你 我看他是改不了唱歌的 我要回來 我一定會回來 都改不了了 好 謝謝郭建宏 謝謝郭建宏 謝謝 你四萬塊打折變兩萬塊 因為這次挑戰沒有成功 我們送給郭建宏 是 謝謝 一半謝謝郭建宏 兩萬元 那成為新的衛冕者啦 好 我們請披上彩帶 恭喜 謝謝 謝謝 好 有什麼感謝的話 或是心中有什麼話 可以要想說的 我覺得很感謝 製作單位有這個節目 讓我們台語組可以發揮 因為我以前在外面唱歌 覺得說 唱台語歌是很丟臉的事情 怎麼會這樣 不會啊 其實很多人喜歡聽台語歌曲 對 因為同年齡的都是唱國語歌的 有曾經因為這樣子想放棄唱歌啊 有 真的啊 有 是被誰歧視啊 是有這樣講 也不是 就是感覺沒有舞台黑色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就讓他們有這個舞台 對 真的會唱台語歌的 不要出現斷層 是 我們也希望 下次能開放唱客家歌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